梁家傑議員 經過你的努力滑船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已經同意 在下個星期是會跟村民 和泛民主派的議員代表 以及局方是會開個會的 好不要不講那些項目的內容 不是 我不是講內容 主席 你講講你的規程是哪方面 我想挑戰一下秘書處給閣下的協助 剛才秘書長就說 由於根據39條宗旨代逐經已提過 現在就算中間有陳茂波局長 肯和受影響的村民見面 是希望可以不需要劍拔老張 可以和平地解決 為何不將其餘那些民生有關的項目先處理 林鄭月娥司長我見到她 惡死能登的樣子 就說如果我們押後這個項目 以後特區政府管不了 我敢問司長 現在你管得到嗎 好 就算你今天過得到 你又管得到嗎 好清楚了 聽了 我現在想秘書答我 為何給閣下的那個意見是 已經提過一次 就算有任何很相關的改動 都不可以再去處理 寧願用防暴隊 在外面和群眾來對視 將立法會變成一個同場鐵壁的監獄 好 你講完了 我講完了 我需要答案 很簡單 就是因為有關的 我們的爭取 將大家有關的信 已經轉達了 也都進行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政府方面已經很明確解釋 但是至於滿意與不滿意 是不能夠在這裏的規程裏面解決得到 好 下一位是陶謹申議員 主席 我守合法會的秘書處 說完了 我盡我能力解答了給你 我不能夠在這裏再展開其他討論 因為現在 主席 我要求答案 主席 我已經答了給你